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7日 这里已经11点07分 今天做最后一个节目 聊一聊刚刚看到的 很多的消息非常有趣 有的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郭台铭 郭台铭四言如果当选 台湾总统将维护与中国的和平 这条很值得关注 因为现在随都想搞和平 问题是有多大可能性 富士康的一万富豪 富翁的创始人郭台铭 周日在一个集会上 誓言心思淡淡的讲 如果我要当选的话 我将能够维护这个民主自治的 岛屿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搞出核心来 这是美国资金刚上报道 台湾将在24年1月 选举下一个领导人 现在麻烦来了 台湾大选 明天美国也是 随时窗口气 对中共能打台湾是一个机会 因为忙于选举了 人们可能就有些事就必须 注意力放在选举上了 这篇文章讲 接替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要下去了 蔡英文总统的两届任期 都与北京关系比较紧张 北京将台湾示威器 收复领土的一部分 就习近平誓言要不统台湾 不放弃无力攻打台湾 习近平牛啊 他不换 别人都换 说富士康是苹果 iPhone的主要功能商 说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丝毫宣布了 他计划寻求台湾对中国 友好的反对党 国民党总统 洪雪人提名 现在国民党还没定是谁 他和侯友宜啊 是不是还有韩国瑜啊 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没去过台湾啊 我认为呢 我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 比较中立的媒体啊 所以我对台湾的 柯文哲介绍过了啊 这次的重点介绍介绍 就郭台铭啊 郭台铭是老板大都知道了啊 个人简历我不讲了 那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 在中国投资很多啊 所以很多人担心 他一旦上来以后 和中共勾兑会暗度陈仓啊 这才是关键啊 这篇文章讲 这个在台湾南部城市高雄举行的首席 首次集会上 郭台铭啊 顿促他积极支持 让我维护和平 他用和平为主题 说高雄传统上是蔡英文执政的民进党的大本颜 在过去的两年里 我看到的是一个看不到人民痛苦的政府 郭台铭今天70岁了 这位72岁的企业家 在向一万多名支持者发表演讲的时候 说呢 现在人民最担心的是什么 那就是战争什么时候爆发 你要选哥们 战争就没了 这都好啊 他是这个意思 说戴着印有台湾国旗的帽子的郭台铭 说戴着台湾国旗的帽子 他可以比这个蔡英文和赖清德做得更好 你们不要选老赖啊 选老赖就出事 你选咱哥们 咱哥们肯定能把台湾之地好 给你们带来和平 说是赖清德是被提名为民进党中权后代人 现任总统副总统 那肯定蔡英文希望赖清德上来啊 中共很生气 说让我代表大家为和平而奋斗 让我维护和平 你看他这个词 我老江听了也觉得挺美的啊 说维护和平啊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说浙江不是郭台铭第一次竞选领导人 大家都记住2019年 他曾经出了个笑话 说自己还做了个梦 最后不了了子挺狼狈的啊 他说2019年前一次选举中试图参选 但是呢 国民党提名输给了这个民罪主义的局外人韩国瑜啊 当时这个韩国瑜叫外号叫韩土子 台湾的人气很旺 甚至还跑到中联办就跑一下 去了美国啊 最后搞慌了 慌路的原因是谁啊 就在习近平 习近平搞出个香港的 这样香港 无大诉求啊 终结一国两制啊 这个事对他来讲影响很大 所以台湾的老百姓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讲的 什么九二共识啊 什么一中各表啊 你再怎么做语言游戏绕绕绕去 根本问题没解决啊 但是郭台铭领导家在中国建造的大型工厂 让批评者感到不安 因为他们认为他和北京的关系太密切融洽了 担心他掏地狗子是吧 这个关系应该讲是有有应该讲是有道理的啊 但是本人认为也应该给他机会是吧 他既然说了要能够带来和平 那也不妨叫他试一试 看民意怎么样了 现在双方都在争取民意啊 不管是民进党 国民党还是 这个柯文哲的话都是一样的了 说国民党倾向于主张 价钱和中国的关系 而蔡英文的领导下 与北京的关系一落千丈 说民主的台湾一直面临着中国入群的威胁 中国将该岛视为领土的一部分 有一天将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收复 就吸一批牛蒙 把活了我要打你 要逼迫 但现在习近平这个大忽悠 我认为主要是为了顶着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现在有些人已经属于这个卖台贼了 马英九这个表演是挺丑陋的 但是你必须承认郭台铭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就是有本事的人 你把企业做这么大 那不是崔英文养那么多的人 能把生意呼吁到手 没有本事也是 你不能说到没有本事 也是非等闲职本 但是能不能从政当总统 把台湾搞好 我不好说 因为我不了解台湾 我只是给大家讲这个分享的信息 他说近年来中国加强武力恐吓 几乎每天都有战机 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今天我没看到有个消息报道 怎么回事 说上个月为了回应蔡英文和美国纵院议长 麦卡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会晤 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了最新的战争演习 同样的报道 美国之音三言两语 确实很知野话 拼乘拼 各方面观点都讲一下 这是对的 媒体就是媒体 这是一条消息 再给大家看看李亚鹏 李亚鹏大家都知道很有名 说另外李亚鹏仲裁被叫停了 到底怎么回事 自家院子不随之留地 这很有意思 他说李亚鹏出了事 什么事呢 演员李亚鹏因在家的院子里 他可能有小院 住在一楼外 有钱买个比较好的房带院 这是好事 自己家的院子 自己也不能做主了 这是积木新闻报道 说近日李亚鹏因在别墅小院仲裁 被管理方警告了 为此他们抓 在门发布了一个盗窃的视频 这倒霉要盗窃 视频里李亚鹏说呢 接到管理方的通知 随时管理方是谁 那就物业的还是什么事 说凡都是政府 他们在小院种的蔬菜不允许 李亚鹏说不会再种了 已经种下这些小菜苗 还要给产出 哎呀 我讲的什么 一直在中国 你说什么都是党的 农村都出现农馆了 说农民种地以后不行了 农民种什么粮 使用什么化肥 自家后院 养的鸡 牛 马 鹅 猪 现在恐怕都得经过农馆来管 农馆来管就在政府送礼 那就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了 毛泽东时代 你想啊 我想想在辽宁省新京县 炮子公社 古炮子大队啊 那时候我就听 非常牢靠的 牢牢的记住了故事 就是那时候有制宝主任 制宝主任带领一个知情 那制宝主任是个啥样 就像一个猴子一样长的 那个样子瘦的 那个人反而 我是不太喜欢啊 这个 但是大队党主书 给他任命一个制宝主任 制宝主任就是大队里边的 周永康的脚子 很厉害 可以随便抓人 肩上永远抗一杆 打枪 枪里没有子弹 就是一个步枪 背身上 然后戴个袖表 就领着我们知情有一个 他家里调节好 送点礼 他就当上那个制宝员 天天出去 就是不干活 不劳动 我们很羡慕他 他一回来 晚上就跟我们讲故事 讲啥故事 就抓那个农村 现在回想就是 女的属于比较 性比较开放的女的 就在那个报名地 出地的时候 有时很难得搞一搞 那个女的 就这么一个女的 抓她 审讯她就问细节 咱就是小不懂事啊 就好奇 想知道男女怎么回事 孩子的事怎么 他就好奇问这事 回来他就晚上睡觉前 再给他讲怎么审讯那个女的 再就是查这个 自留地里种的东西 拿到那个普兰殿镇去卖鸡蛋 牙蛋都不行 你现在就没有回到那个年代了 再搞不搞不好 是不是又被一杆大枪 出去到处去 这个烈焰 是吧 搞这些名堂 这习一瓶搞大倒退 所以压缝家里有麻烦了 本来人买的房带个院 就是为了种点菜 院种什么 这个你看加拿大 这你买的房子 后院你随便送吧 当然有些东西不能搞 你比如说你要养猪 臭 你影响邻居 那就不好了 他就只要你不影响邻居 市政不管都行 在这里自由的很 你后院就送吧 是不是 我家后院 鲜花盛开 你看那个 这个 一些花 漂亮死了 玉金香 可惜玉金香 生存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你看啊 这里这国家自由啊 私有财产就自己的 中国不行 说是你买的房子 你有限产权 七十年 什么七十年 你买完就共产党了 共产党官动作就来了 随便给你下个例 不行 再活着抓 你一听怕抓了吧 又打了头 所以永远没有自由 你这个国家 哪有希望 没有希望啊 永远都是权力 这个 这个拥有权力 这是老大 连李亚鹏也不过如此 李亚鹏就是个演员嘛 是吧 人家肯定要整他 所以他这个情况 我认为这个不算什么大事 好在这个事 他也能容忍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另一条消息更离奇 说又发现了女贪官 说这个女贪官更有意思 养情妇养了 这是我看到的最惊悚 养了98名情妇 累死了 这个女的幸福死了 一般女性在这方面比较羞怯 不像男性 男性要是有了权以后 容易出这个事 女的一般很少 但这篇文章竟然发表了 是海外万卫网刚刚发表了 说女贪官张玉梅 包养98名情妇 罪爱欧洲南门 而且还有图片 有文字 你看这个女的长得还挺漂亮 你看 你看 他这网上的图片 有名有姓 有故事 有情节 有时间地点 是真的 但是非常诡异 这篇文章竟然没有讲 是哪个审 哪个事 什么原因 会是不是怕人家告发 说不定这篇文章 情节有 有关情节 略有夸张 我只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故事情节 讲这个人 喜欢小鲜肉 就年轻小男孩 因为他自己是年过半百的女人 说大手一挥 便抛出几桌 钞票砸响 钞票 散落在地上的桌子上 他讲他经常到夜总会里去 特殊场合里去 说这些心里里面都有一些小男孩 有些鸭子遍地 喜欢包养 情人的不少 但是像张玉民这种数量自多 总认自权 应是少数 这里讲 他是什么官 他是法院院长 没讲到是哪个法院院 法院 但却有歧视 为什么这里有图片 很多图片 你看 他出席会议 这个女的 看这张图片 好像长得不太好了 可能虚凉半老 风云犹存 还讲他过去的人生经历 无其服输了 讲他自己童年的时候 挺苦的成长起来了 但是终于当上了大官 这个官就是法院院长 因为都求得办事 所以 讲他早到了 因为我刚才看了不是很仔细 明白了 大学毕业以后 他就记录了 毕杰市中级人民法院 担任书记员 原来他是 毕杰市中级人民法院 毕杰这个地方 我印象最不好 你看那个小孩 动死垃圾箱里 也是毕杰市 就这种最腐败 越是这样的地方 明显越多 连女贪官都累死了 幸福死了 说是这个张玉谋 大学毕业以后 家里人对他寄予很大希望 但是他权力越来越大 走偏了 这个人堕落了 你看他大学毕业的 刚开始说长来 这挺漂亮的 小女孩 你看 挺漂亮的 说后来当官一点点 反正这个老了 老了以后 他自己反正是 加上这个权力太大 就导致腐败 说2005年 他呢 终于当上了 法院的副院长 成为呢 由小书记员爬上来的 成为法院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副院长 2005年 说为什么他忽悠这个事 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了埋在胡温时代 你发不发现 现在报道一些 官媒报道一些腐败案件 全是胡温时代 来彰显 习近平伟大时代的连接 是习近平这个时代 最腐败的 他自己就是腐败分子 他在浙江福建 是丑闻也不少 是吧 私生子都有好几个 这海外媒体有报道 但他为了埋在胡温 意思是 你不如咱们领导的好 你看现在很多的文章 都是 你想想看了半天 原来 就是为了埋在胡锦涛 胡温家宝 才把一些丑闻整出来 这也是 他的意思说 贵州搞不好 并不愿我洗 平时愿你洗 李克强和胡锦涛 我给他扭送出是应该的 是因为你看他统治情况下 竟然出现一个女贪官 还能养上百个情妇 男情妇 就是这个意思 很有意思 这个报道 那么这篇文章讲 叙述他从小 家里很贫苦 他这么一步步努力 爬上来也很不容易 还讲他当了法院院长以后 收了很多茅台酒 但是我看到这茅台酒 有的是假的 有些人送礼 他也不喝 当官都是这样 连当官有时候 跟你开玩笑讲 我们是 自己的钱不用 自己的老婆不碰 他当然有时间碰 半夜下班也才回家 因为常年在酒店住着 他统治下 很多女都是他老婆 他也不需要自己 再整 没有能力了 是吧 因为男人在这方面 毕竟是有限的资源 你得承认 生理功能 这女性 她就不一样了 是吧 她是被动的 像她一旦 就耗这个事 就麻烦大了 所以可能她 有很多男的求她办事 她没办法 有些人 那么这篇文章 就介绍这个过程 我要讲的什么 出现这个问题 原因是什么 这篇文章里面没讲 其实最主要 就是权力 过于寄送到一个手里 你想当时法院院长 可能毕竭 是所有的案子 他说了算 案子最说了算 挣钱的案子是什么 最容易自行腐败 就是民事案件 民事纠纷 就企业打官司 有标的额的 这个生意 打赢了几百万 几千万 和甚至几个亿 就给他回复 三千八十 是多了 说他包养 98个亲夫 得有钱养这些男的 其中有一个是 异国风情的特色 欧洲的男母 有很多老外 他也跑到中国去 骗钱去 一些男的 好痴懒做的 不愿意做事的 他就把这些 女富豪也有 少 最早那年代 就在大清游 燃情岁月 就搞这个名字 在大连也有 大连在越火光场 那有个会所 却在女的玩 晚上 生意好得不得了 真的 一次的两千多 真有些人有钱 这些人 这要充分体现了 中共统治下 主要政治体制的问题 权力过于的 击中到一个人手里 不管男女都一样 说抓他的时候 在他的豪华住宅里 发现了大量茅台酒 名贵手表 奢侈品 这个包 那个包 还隐藏存款 你可见这个法院 腐败到什么程度 你看他这瓶 茅台酒 我没看过这么好的茅台 因为我这个人不行 这方面不太懂 你看这个茅台酒 咱不知道是不是 是多少年成这样的 咱不太明白 这里讲 说他这个腐败越来越严重 最后终于出事了 那么呢 受贿的上千万 你看他受审的时候 这样 老了 老太太受审 你看 旁边这样个警察 看着确有七人 就毕竭时 难怪毕竭出事 他判了 不过他判了不中 五年半 出了三十五万罚款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文章有所夸张 就说他这钱不是太多 你想一般情况下 都是没收几千 是上亿吧 他才没收了三十五万 判了五年半 那就证明他呢 因为那毕竟是个穷的事 我估计说几百万吧 就这个意思 看来这个问题 最主要什么 大家都说 其实这些官员 本身也是受害者 你要进了共产党 这个贼船 第一 先给你过度的权力 第二 一旦你在内斗当中 失去势力了 他这一看 就属于胡闻那个派系的 就你抓住把柄了 你就往死里着 然后夸大其次 我估计的恐慌位 有这么多 也就这么几个吧 反正可这些属于 比他比较好的 是吧 所以这个 正因为这样 他这篇文章讲的 没有细节 没有讲具体 就是说更 进一步的细节 这些 98个都叫什么名字 他不敢讲 说有所夸张 而且只罚了这么多的钱 这个一看就是内斗 这么讲吧 一半正一半假 中共统治下 很多的媒体宣传 都是为了大忽悠 为了彰显 习近平新时代的连接 其实他自己本人也认为 并不连接 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更有意思 讲北京高官要出事 说怎么要出事 习近平亲信 借助了长风大火案 但是我认为这篇文章有不足指出 我给他补充补充 他讲习近平的亲信 也就英勇 借入了北京长风医院大火案 他就讲这个长风大火案 有点诡异 就是由这个5月6号 中央规定的 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独办 怎么叫挂牌独办 就领导批示了以后 当成大事来办 有个人牵头 就牵头这个人 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因为怎么烧死人太多了 就要418大火 所以这个大火 现在造成的什么损失呢 官方披露是29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老年患者 因为他是医院嘛 有些人躺在医院里烧死了 现在抓了12个人 包括医院院长 但是发现了一点 什么一点呢 这个死亡数字被掩盖了 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有个电视制片人 叫李军 他讲 他说中国对死亡的人数 是有限制的 就是多少人数 虽然处理 他是有限制的 所以他报道虚假 第一几乎没有记者 去现场报道 的确虽不敢去 现在记者谁敢去 你上级不批准 谁不敢去 李叔也在控制 第二 这个新闻呢 是12点57分发生了 结果一个小时以后 晚上9点钟新闻才报 那肯定上级审查 你跟他托人了 这个医院背景很深 很多病人呢 家宿都不知道出了事了 说为什么 8个小时都没报道呢 这就证明这有鬼 就有鬼 而且火烧了40分钟 就被灭掉了 但却死了29个人 说这个数字造假 很可能超过了30人 因为一旦超过30人 这个事故的层次就提高了 国家规定的 烧多少人 算什么案件 说29人属于重大事故 30人叫特大事故 其实是特大事故 被上级发现了 就这个意思 他就讲到 还讲到这个事 说牵涉到什么呢 这个事由国务院 来进行调查 也就是说 调查权就控制在 李强的手里 他这意思说 如果只有29人 案子的调查权 就属于4级 调查权就说明 是尹利和市长应勇 说了算 说现在什么呢 上级怀疑他造假 那就可能扩大了 就提升了 让最高检参加 等等等等 这里目前说已经 处分了党员 干部21个人 他不是21个人 他在联系以前 就是上次 那个5年前的 北京大兴去的大火 那个大火处理21个人 现在这个还没开始处理 我要讲的什么呢 你不论是以前 这个就是这个 长性大火案 还是现在这个长火 都一样 因为都是习近平说了算 所以你别看现在 人命说应勇 参加了级别提高了 应勇啊 他参加过 我认为他去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掩盖实施 他这不是为了公开实施 因为应勇更是习近平铁根 上一次落在蔡奇手 这会落应勇手 那蔡奇给应勇打电话就行了 不用打电话 他们这个圈子里 肯定晚上都有饭局 他绝对不会向外界 描写什么一本正经 他都是不同的饭局处理工作 吃饭的时候应勇来了 菜鸟也来了 所以这个案子咋办 现在群众议论挺多呀 这个咱也不能搞了太 名言废天啊 下一步一旦打仗 人家整杂了咋办 应勇啊 你去整一整 给他卸调卸调 别计划社会矛盾 那肯定是这样 他怎么可能说是 下去查 去整啊 他整谁 整一 可以整引力 因为引力是非习家军 但是你不要忘了 非习家军 现在习近平也 有的时候也很重视 就是非习家军 利用他们 你看那个 他为什么把引力提升为 福建省委书记 引力不是四川省生长吗 本人在当时做了个视频的题目 就是引力为总 为总理 这个 生存的安卫军 这个总书记 就是在这个新冠治理的时候 我嘲讽他 就没想到习近平还行 在这问题上 听从我的建议的 给力提吧 上来 这说明什么 他得需要这个人当炮灰啊 因为那时候 川普那个时代啊 就是给人感觉台湾可能要动手 这个美国要动手 西边害怕 害怕一旦福建打仗的话 他需要一个懂什么 懂医疗抢救的这样一个领导干部 他就派引力 因为福建是最前线的 你要打台湾的话 这阵台海冲突的话 死人已经很多 他第一场 第一轮就是狂轰拦炸 飞机 他那医院里爆满 这时候他就需要引力这种人了 习近平没有办法 他为什么提搬那么多 在川普那个时代 就提搬那么多的军工系的 什么张国卿啊 袁家军啊 不都是吗 他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他这个战事经济了 现在开始转变了 所以 打个提前量 也就是说呢 他也不可能接这个事去 过重的整引力 因为引力还能干点事 引力现在是美国思维入建 你说整随 整那个叫什么 另外一个北京市的市长 我这一时想不起来 就是北京市 除了引力说了算 一把说之外 还有一个市长 对不对 那么就是有可能整他 我认为他肯定办这个案子 在象征性的整点人 来宣泄宣泄 这个缓和缓和社会矛盾 就英勇 就北京市的市长英勇 英勇 那个是英勇 对不对 就这两个人 那么就是他整随 最多抓的小官僚 又会不了了 就像那个河南大水一样 不动这个徐黎 底下人整一整 哪一次不是这样 这是政治体制决定 也是习近平性的决定 别听他打哭 好像他上一个层子 上一个层子更糟 那个人呢 他跟他是他一伙的 更不公平 对不对 另外你再看看 还有一篇文章 更有意思 就讲到陈希的事 说很不正常 习近平最信任的全臣 手握三把棒 这是杜正的文章 这个人是谁 给大家看 这个人退而不休 只要习近平在台上 这个人永远有权 他肯定像刚才讲的 习近平的饭局 不可获取的角色 说不定天天晚上吃饭 他都在来 他们这一伙人喝点茅台酒 吹吹牛皮 晚上就给陈希小蓝 习近平最喜欢喝茅台的 说这个整着菜鸟 丁薛强 这个王小翁 就这些不同的圈子吧 肯定是这样 一公一私了 谈谈情况 陈希就肯定是坐上边了 这篇文章讲说 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 高层人事变动 最大的艺术 就是陈希 很诡异 他是当年 习近平的大学的 同窗室友 他上下铺 两人私人关系 非从一半 陈希实际操盘 习近平前两人 人事人命的内幕 还暗控西的第三任期 确实 他今天推了组织部长 给了李干杰 李干杰是他小兄弟 这个傀儡 但是他还控制了中央党校 为什么 因为党校就是 洗脑一个机器 其实也是 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为什么不让马云 搞湖畔大学 对不对 你搞湖畔大学 我不就完了吗 我这就是黄埔军校 必须忠诚于洗脑 对不对 他说二十大后 推迟到今日才卸任 宗组部部长 至今 中央党校校长还留任 这非同小可 杜正认为 平时看似低调的陈希 虽然低于李强和蔡希 从表面看这个位置 但堪称西民圈子里 最受获信任的权臣 这确实对啊 他肯定给他采话 给他玩这些东西 被母后其中就行了 吃饭的时候来了 都心里动不动 这个陈希啊 你看这最近这些人用人行不行 不行大哥 这个人傻玩儿 刚才给他罢了掉 是不是啊 他为什么任命陈希先到辽宁当市副书记 那时候他就布局了 到辽宁去干嘛 到辽宁去调查李克强老曹 都有随忠成李克强啊 所以现在整个李克强的演员不就他出了点了 一定是 那个刘七番是个操刀手 从拿大砍刀砍 谁搞他砍呢 不就陈希出点了吗 对不对 他这一伙人现在是很有很搞明堂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他陈希在西家军中手握手握三大帮派 未来对于西平搞党内斗争有举足轻松作用 这个判断是对的 我认为啊 他就讲到4月28号 中央党校举兵23年春节毕业典礼 陈希啊 办法证实 这就说是按照惯例 如王岐山韩正任国家副主席的郑国级一样 连中委都不是的陈希 冷却是副国级的待遇 他只要习近平干他就他就跟习近平平坐了 不仅是副国级了 习近平可不管这套东西啊 说中央党校是什么 培养中共干部的重要基地啊 官员升到复部日以上都要进 都要会上中央党校学习 中央党校的钟情本每年两期 学员为第四级的听举级干部 事实上中央党校也是官场造成腐败的激励 到这里他就把管一天请人的陈希吃饭 他都排不上 排上以后都把钱准备好了 说拿大麻袋装就完了 但是咱们不太清楚陈希连不连接 也可能他连接不收钱 那当然好了 是吧 说2018年中央党校兼并员国家 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 变成一个牌子两个板子了 那权力更大的 党政都他一件条了 他卸任总组 但续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安排比较特殊 他讲之前乔氏、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都不是这样 说五年前王沪宁解替刘云山未接任校长 而此时政治局委员兼宗主部部长陈希接任 中共二十大后陈希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了 还卸任宗主部部长以后 党校校长一直没有交给李干杰 那就说明习近平不让 习近平不放心 习近平对李干杰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是个象征性的 再加上那个时候 他在习近平的逼迫这个李克强、王洋、胡锦涛退 往后退 对吧 所以他可能作为交换 就把这个李希 很不情愿让他下来了 让他退出中央政局了 现在他后悔了 做一个补伤 补伤就是不安规则 你冷暖我听你的 对吧 他这边没能讲 就讲到陈希是吴三年出生 也是工农兵学院 他工农兵学院他俩人谈到一起 他在不想让自己的同事胜过自己的习近平 说习近平就在他是被他入党介绍入党的 还掌管清华大学期间 帮习近平取了贾博士的名字 贾博士的头衔等等 说习近平07年进行政常委以后 就帮助陈希从清华大学 篡升为教育部部长 之后调辽宁当副书记 可能副书记之前他俩就集查商量好 陈希你去讲这些事 看来都随后一个将勾兑 整好了 将来咱们等全上去全收拾 一个就不省 现在怎么样开始收拾了 四人公安厅长全抓起来 搞到什么程度 什么连大列室副市长 曹爱华都抓 曹爱华在干了几天副市长 也没挣几个钱啊 所以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来讲 说讲到 陈希十八大掌权后迅速安排他 带人宗祖部长务部长 就把赵立基加控了 17年又接管宗祖部进入政治局 随后见庄党要校长 说22年20岛 69岁陈希 没进入政治局 外界认为他退休了 这时候他和李克强讲条件 李克强最烦他 你逼他就下来 要不我不下来 这是搞的算命的 那是习近平为了和李克强交换了 多多少骚扰 这个共青团外对他还有阻力 江泽民也活着呢 说不定江泽民 因为烦的就下来了 是吧 这都很难讲了 这样来这个 这又是作为国家机密了 等习近平死了 或者垮台以后 这些事才能复出台面 说习近平用的特点 就是用熟人 因为他对谁都不放心 而且他对象于终身制 那肯定才有这样 他就介绍这个 讲这个李干杰 也毕业于清华大学 但和习近平过往没有直接交际 说习近平肯定也防着点 说是在家是因为李干杰 是大牌大学生 名牌大学生 还是何专家 肯定瞧不起习近平 说习近平就像这个李 让陈希啊 退而不朽 这个表面上是这个意思 最后他指出啊 说习 陈希手握三大王牌 二十大后 不少官在家认为 习近平个人权力稳固 表现之一 就是他亲信全部层层的 这个垄断了高层 但是内部仍然有内度 这个不可能没有内度 只能斗得更激烈 这边文章讲 习的最重要的全臣全习 不同程度 握有三大派系 都归他管 说第一是他发迹清华大学 当然是被看成是清华帮的帮主 第二呢 习二零七年到十二月到一二年 任中央党校校长 这段期间是储君角色 这期间网络了李树磊和石台峰 石台峰其实是交踏两只船 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 他们均属于党校帮 说单在陈希掌握中央党校后 习近平是党校帮 应以陈希为首了 三是福建习 这个谁都知道 习近平在福建干了十七年 掌权至今 福建籍和福建背景的官员 包括蔡奇和蔡鸟和黄坤明 从中央到地方冒生 冒生成为官场主要势力 这是都是 2013年4月就掌握 石权宗祖部的陈希经手 肯定是陈希玩的 卸任的中央官员当中 福建籍除了陈希之外 包括几名习下军成员 也就是蔡奇 黄坤明 王晓鸟 尤其王晓鸟是个打手 是吧 就属于贝利亚的角色 西平让抓谁抓谁 说尽管陈希身居高位 常委 但陈希是福建帮中的老大哥 就蔡鸟都不如他 这个意思 这里就讲到了 说还有一些人是福建帮 像郑山杰 还有这个林向阳 裴金贵 还有这个网信办的壮容文 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林瑞 山西省的书记林武 还有郭台办的魏贤长 江苏的叶建村 江苏的徐坤林 澳门中联办的征信 从中科院的院长的后建国 还有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坊 就是都是西家军 就带小二 可习近平和东现在走几道 都开始晃 那就证明他是一言九鼎了 但是即使这些人 也会内斗的一塌糊涂都一样 说现任总理何立峰 是广东民姓人 祖籍是永定县 福建也是福建人 早年福建任职 就是其的铁杆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也是习近平的底细 是江苏东台人 生的南平 当时是福建驻军 三十一军军头 中央军委员苗华 是江苏儒苦人 胜于福州 使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和西军交好 你想就这些人 完了 打起仗了就露馅了 因为说这些人 虽然对西宗城 未必有本事 一打起仗了 出兵就怕死鬼 完了 恰恰是因为 笼络一匹 嫡妻帝小二 反倒打败了 所以我说呢 将来死西露馅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战争 但是战争将给 有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 所以本人心情比较矛盾 我是不希望发生战争 但是只有战争 使这个细胞最后露馅 对不对 一打就完了 一看不行 不看一击 这篇文章讲 讲说是西的心腹自已 国台万主义宋涛 也是福建方代表人物 他虽然是江苏 数千人 但73年3月起任 福建省沙县当知情 福建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专业比 78年到2001年 一直在福建工作 讲解这个沙县 我知道 有一个哥们 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就在沙县当知情当年 这位大哥先过世了 我也很留恋的 那个人挺不错的 人品挺好啊 但是非常可惜 这个新冠期间走掉了 说卸任财政部长刘坤 祖籍广东朝政 在福建云霄县长大 刘坤和西清姓 何立峰是大学同学 就是纵用何立峰 何立峰把他大学同学都推荐上来 你说店小二搞得多 多么这个 这个尽情烦恥 搞得多么无耻 那么这篇文章 最后他指出 说西名上台后 清姓大体给新夏和党 他长期纵用陈希 当然是寄希望 让他帮助把官把这个人事官 说防止朝廷出现新的野性家 近年当局抓的大老虎 其实都是陈希经手提拔的 比如孙立军 也是他提拔 还有孟建柱和韩正 虽然有孟建柱和韩正撑腰 但宗族部长签字还是陈希 陈希这个人特别了不起 他这个意思 他说在希的第三任期 还要靠老陈来掌权 这个暗控宗族部 可能确实是因为陈希宗臣 又老称持宗 但是这个表示什么 表现了中共红朝末年 人心败坏 说是啊 这个既是大搞 强制学习 洗脑运动 也无法挽救什么呢 这个党将灭亡的趋势 因为他是尽情反指了 吴大人改叠 是吧 对 本人认为这个陈希搞不好 陈希的愿望是巩固他统治 实际上加速他的灭亡 夸台 好